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感恩的心献上讲坛献花 刚才呢有万民赞美节 非常幸福 蒙安点的大家应该都是这样欣赏了 向所有的参与者表示感谢不仅是说进入决赛的在预选呢也有很多人参加 向所有人献上了尽心的献上赞美献上这样幸福的赞美感谢大家 还有为此辛苦的所有的工人们感谢你们 万民赞美节呢是很久以前就有这个家族家庭赞美节 各个宣教区呢会按照有必要呢也会进行一些赞美节 今天有赞美节呢明年呢不知道还会有没有那可能会看情况了 向所有的参与人员我也是非常的蒙恩典 非常感谢大家 我相信福山也是非常喜悦的 还有大赏大奖呢不知道是谁得的 我不应该是担心的 但是参与的这个十位的家人 晚礼拜呢应该是在年当中进行的 不要说是不能够来集中这个晚礼拜 在晚礼拜结束之后呢有颁奖仪式 那在这个新颁奖仪式大家是不是也会很紧张呢 所以呢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也能够好好聆听今天的正道 现在应该是已经有结果了 希望大家能够带着一种平安的心 大家呢来参与了就已经很感谢了 现在这是线上有没有看到这几位吗 现在颁奖仪式呢也不能够在我们的圣殿进行 那在读到大家的笔子的时候呢 以前呢是这样的 在简单的进行一个颁奖仪式 但是这一次呢 今天呢是不能够来到本堂 所以呢都在线上能够直播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这样的来进行 那在那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们 如果说我们来发表是什么奖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非常的高兴 大家都带着期待的心 希望大家在今天晚礼拜呢 也能够蒙得很大的恩典 亲爱的各位圣徒们 对于外面来说八月份呢 是我们体验赴神所彰显的惊人的神迹奇事 还有如何般的圣灵的做工 各种疾病得到医治和问题得到解决的幸福的时间 还有全世界的外面的圣徒们都会成为一体在株里面 高兴喜乐 但是天国心爱和三郎的叛巫 哇 积累美好的回忆的世界 现在呢是 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之下 没能够呢来召开我们的修炼会 但是我们圣徒们呢都要 回忆着这样全能的做工和天国的喜乐 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这种信心的行径 以前我们一场一场都是有的 我们都觉得是必然的事情 现在呢都成为了感恩的条件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心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所面临的难处 现在呢我们没有办法了 进行了就觉得很不幸 那可能是世上人会这样说的 但是信主的我们来说呢 我们要献上献献的告白 那么在过去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 我们要更加献上感恩的告白 我们现在做不到 所以不要说不幸福太辛苦了 那要想想过去的那些时间 有多么感恩呢 那么以后拥有这样的时间的时候呢 会更加真实 会更加感谢神 还有现在的时间呢 大家也要献上献献的告白 不要说这现实有点太不方便了 太难了 太累了 如果说这样的话呢 我们要说这个 我们在这里当中所学的 累死了 太不幸了 那么只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发生不幸的事情 大家不要这样 要带着信心 如果有累的事情呢 希望大家都能够闭口不谈 不要说太累太难了 那如果有事情的时候呢 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嘴闭上 咽一口唾沫 寻找一下感恩的条件 不要想没有感恩条件 那我们如果想 以前的时间 是不是就有感恩条件了呢 不要说 以前我们很感恩 但是现在太不幸了 不要这样说 那一切非常的感谢 那以后呢 我们再拥有这样的时候 时候呢 我们就会非常的感恩 献上这些肯定的告白 希望都能够成为这样的圣徒们 进入本论 今天我们讲约翰一书 五章二节开始来进行讲解 约翰一书五章二节 我们若爱神 又遵守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我们如果说是爱神的话 就会遵守神的诫命 但是 这里面讲的遵守他的诫命 那本文里面是这样说的 那这个话语呢 是说要 和要努力遵守诫命呢 是不同的 如果说是呢 努力遵守诫命的阶段呢 是说爱神呢 还是很少的 是带着义务感 说去守诫命的 那样的话呢 是具有差别的 还是缺乏爱神的心 带着义务感 去守诫命 那不能说是遵守了诫命 而是呢在努力遵守诫命 那就是还缺乏 所以说呢 爱信心的弟兄 也是不足的 但是 心里面领悟到了 神的爱 这样的人呢 就会爱神的儿女 爱所有的 爱信心的弟兄 爱人如己 那约翰一书五章二节里面 所讲的 那我们换句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 多爱弟兄 就 爱神 也会遵守神的诫命 那换句话说 不爱弟兄的话呢 就是 不遵守神的诫命了 那大家有会理解的 那说不要恨弟兄 那恨弟兄的话呢 就不是说 遵守神的诫命了 但是问题呢 上周也讲了 自己在恨人 却说呢 我没有恨谁 这样进行 辩解 或者是说 我没有恨他 只是说 我和他的关系 不太好 那自己里面 没有遵守神的诫命 去遵守 那就是进行包装了 爱弟兄是怎样 去爱怎样去行 才能够说是 爱弟兄呢 那这样呢 就是恨弟兄 那 通常牧师的正道呢 我们都 听到了很深层次的 属灵的意义 那如果说是弟兄的 这样那样的 不好的话呢 那是爱弟兄吗 那是恨吗 那就是恨 那再说人的过错 然后提出人的 一些不好 过错 然后呢 说是爱他 不遵守神的话语 按照圣经里面的 所记录的话 我们就能够领悟到的 那这样进行辩解的话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够拆毁最强呢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不能够发现 与神之间的最强 那自己就会面临难处 失去圣灵的充满 但是呢 却找不到其中的理由 原因 所以说 只能够停滞在那里 约翰艺术里面说 要遵守诫命 还要爱弟兄 老师在强调这些 那大家不要说轻看这些 要想想自己是不是真的 去爱弟兄 谁在难为你的时候 不是说疲惫 而是不是为了这个弟兄 去做祷告呢 他在面临难处的时候 自己是不是带着 哀痛的心 为他做祷告呢 要带着爱心来查看自己的话呢 自己要去 要看一下自己 是否是按照 神的话语生活 还有呢 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里面 呢 我们可以看呢 对于恨的这个属灵的意义 如果说是恨的话呢 恨弟兄的话呢 就是没能够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 你们小的凡杀人的 就没有永生存在他们里面 如果说是我们圣徒们的话呢 不会用刀或者是凶器去杀人的 但是恨弟兄 这也是属灵的杀人 还有如果说是恨弟兄的话呢 他里面就没有永生存在他们里面 那谁如果说是恨你的时候 你会说 因为他实在讨人烦 或者说他太恶了 那在各种的情况下 也是有很恶的人 那对教会呢 也是有心恶 那么父神说了 对他们就要恨他们吗 和他们一起打 一起骂吗 那就是恨 有的人说呢 对我这样做的话 我能够认 但是对于教会 对于牧者这样的话呢 我是没有办法认耐的 这是违背真理 不是违背真理 也不是恨 那这样的话呢 该怎样做呢 那父神会说 这样是可以的 会吗 他们就算是这样 也不要去恨他们 不和他们同流合污 要能够分辨对错 当然是要这样做了 我们要守住 教会守住我们的牧者 我们来 那不要和他们去争战 去吵 这是恨 那大家的心里面 如果说是咒诅 恨他们的话呢 那当然明明白白的 这就是恨 但不要说呢 这个是可以的 没有关系的 那机性变白的话 这些就是 与神之间有最强了 那通过世界 命的正道呢 我们知道了 我们听了 什么是属肉的杀人 和属灵的杀人 我们来复习一下 那如果说是爱弟兄爱神 但是在属灵方面 有没有杀人的这个方面呢 希望能够进行分辨 第一恨弟兄的方便 那照着旧约的律法时代 那是在行为上 显现出来才是罪 但是新约圣灵时代呢 不仅是说行为和话语上 你们的内心和思想的罪 也会受到审判的 知道神的爱 迎接耶稣基督的人的话呢 不会说在话语上 和行为上去恨弟兄 但是心里面呢 恨弟兄 讨厌他 不想接近他 远离他 这也是恨 在身看来 这也是罪 那其次呢 就是有职份的人 是带头的工人们 那没有尊重话语生活 情不义 使出信徒和信心软弱的 圣徒们跌有跌倒的话 那也是属灵的杀人 马太福音18章6到7节说 凡使着信我的 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漠石拴在这人的景象上 沉在深海里 这世界有祸了 因为将人半岛 半岛的人 是是免不了的 但那半岛的人 有祸了 耶稣说 让信主的一个小子跌倒 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你倒不如把大漠石拴在景象上 沉在深海里 那我们国家呢 想我们国家的磨豆子的磨是不可以的 像这样的一个磨 大磨盘 是用牲口来转的这个大磨盘 就像一些橄榄油 炸一些橄榄油 什么这样的大磨盘 那我们国家的这个磨盘呢 是用手磨的磨盘 那如果说是像我们国家的那个小磨盘的话呢 就能够说是用自己的手就能把它卸下来的 但是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 用牲口来推动的这个大磨盘呢 是没有办法自己能够弄掉的 那主任牧师呢 引用这样的话语呢 就说主任主仆人和工人们呢 如果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的话 那么在审判之日怎么来负责呢 强调了这样的严重性 还有呢 叫的话语的人 传错了话语 使对方失足的情况 那在实践当中呢 说呢要胜守安息日 但是圣徒们说 说圣徒们呢 守了一次这个礼拜 做一次礼拜的 剩下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度过 那是圣徒们就可能违背神的话语 那在圣殿里面呢 带着一些明目 说举办一些义卖会 或者是开咖啡馆等等 这样的话 就是说使这神圣的圣殿 污秽了 所以牧师呢 就算是这样的方面呢 也细致地教导了我们 还有呢 那我们所有的圣徒们 和工人们呢 要遵照这样的话语 我们一定要好好记住 并且好好应用 不要说轻视神的话语 不要说是 随便地使用神的圣殿 还有我们呢 在进行所有事情的时候呢 都要想讲 是不是要成为得父神喜悦的这样的教会 更恐怕是我们主仆人们 还有工人们 不要违背神的这样的话语 我们圣徒们呢 有可能会忘记车牧师所教导的花语 那看到这些错误的 那会觉得那是对的 在明明大中会这样接受 但是我们工人们呢 会要按照 川牧师所教导的 父神所喜悦的 是什么 要记住这些 然后呢 要好好地 意义地来成就 还有呢 对于属灵的杀人呢 还有呢 是论断弟兄 定罪于他诽谤 还有在背地里谈论 这也是属灵的杀人 那耶稣说呢 不要看你弟兄眼中的词 也不要论断 大礼拜的时候也讲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要说这是我知道的话语 听了很多遍了 不要这样说 听了又听 知道了自己是不是在行呢 要查看自己的话 就会成为能力 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三节里面说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那不要论断 谁论断你 你是不是也不愿意呢 因为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词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凉目呢 弟兄眼中的词你能够看到 责备弟兄 那就是因为你自己眼中还有凉目 那这种心当中 去论断对方 去定罪他人 有这样的恶 这是更严重的 不是说你是觉得弟兄怎样 你心疼他 然后去责备他 不是说去说 一定要呢说 去记住父神的话语 自己嘴上很随便说出来的一些责备的话呢 就是骄傲 是没有爱对方的心 要知道这些 但是我们人呢 在讲话上面也是有习惯的 否定的人呢 一些消极的人呢 自己觉得很好 所以才讲的 但是呢 人家会说呢 那个人为什么会常常去责备别人呢 那要想想自己是不是带着爱心去责备的 那这样查看自己 那要想一想自己的责备里面没有爱心 自己认为是为对方做的 但是呢 这是属于自己的意义 要领悟到这些 看见对方眼中的刺去论断定罪的话 这些都属于属灵的杀人 那么 怎样才能够去除对方眼中的刺呢 那比如说去劝戒对方 让对方能够成为更好的人 那如果说能够这样做的话 当然就要这样做 但是要这样做的话呢 是要有这样的资格的 所以接下来说 马太福音七章四到五节说 你自己眼中有凉目 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凉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在责备弟兄眼中的刺的时候呢 首先呢 要去除自己眼中的凉目 恶 人得以变化 所以不要说判论断和诽谤呢 这种恶的心去看 那耶稣呢 让人领悟 让门徒们领悟到法利赛人 假冒为善 耶稣呢 不是说有论断定罪的恶 所以才这样说的 只有善和爱心 让门徒们呢 去领悟到真理 所以才这样做 而你们如果说做错事情的时候呢 父母呢 会因为爱儿女 所以说呢 才会让自己的孩子们去领悟 比如说自己的孩子们 互相打架争吵 互相告状 诋毁的话呢 而父母当然就会训诫儿女了 那因为爱孩子们 所以呢 才会责备孩子们 当然会这样做 就算是劝诫 责备他们呢 也要引导他们走正路 同样呢 主仆人呢 也要常常用真理来教导阳群 就像耶稣教导门徒一样 那使徒彼得 还有使徒保罗 也是通过苏信书呢 去教导圣徒们 主仆们呢 也要常常用真理来教导阳群们 让他们领悟 那为此呢 我们主仆人们和工人们 说是带领灵魂 那管理的不正确的情况 那比如说圣徒们 还有工人们 还有羊群们 在鼠肉上不平不满 觉得太难了 说一些鼠肉的话 说一些 谈一些鼠肉的事情 说是啊 太难了 太累了吧 要给予他们 的是这种鼠肉的爱 没有办法去指责 责备他们 那这样呢 就不是 鼠灵的爱了 那自己的孩子 如果说走得不 走向这些不对的路的话呢 就自己的父母呢 就算是说他们 也会呢 责备他们呢 也会引导他们走正路 那这种口吻的话呢 是不平不满 发脾气 说一些消极的话 说是这样 你太难了 太累了 是这样 你休息一下吧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就不是用真理来带领 那责备和劝勉呢 也是必要的 那要灵魂们得以变化正确的引导呢 那要用爱来劝勉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不是说去指责了对方的刺 但是呢不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劝勉 使对方为难 让他跌倒 这就是鼠灵的杀人了 那现在讲了 恨弟兄的鼠灵的杀人 那恨弟兄的话呢 就不是爱神了 就不是守神的道了 所以这样的人就不能说是从神生的 但是从神生的呢 就是遵守神的诫命 爱信心的弟兄 爱弟兄 要以主的心完全地去爱 完全遵守诫命 成就诚心 那诚心里面呢 就会有充足的信心 能够拥有完全的爱 完全在这里当中的话 自然而然的就会充满神的爱 在言语上行为上呢 也只会显出爱来 就算是谁骂自己呢 也不会伤心 也不会难过 也不会疲惫 那如果说谁骂你的时候呢 瞬间有可能会伤心 但是因为有附身的爱 有爱灵魂的心 所以呢 能够马上呢 来恢复 能够为对方去祷告 有谁呢 说有人骂你呢 能有力量呢 但是呢 要能够马上 来调整自己的内心 能够有怜悯 他人的心 不要说我受伤了 我跌倒了 不要这样 因为有爱 所以呢 才能够再去理解他 自己再拿出力量来 然后就会再次 蒙得佛神的恩典 那为他人牺牲 显身呢 会很愉快的 那父母会说 比起我自己吃 那希望自己的孩子吃得更香 更好吃 那样的话 比我自己吃更饱足 更高兴 大家应该理解父母的这种心 这种属灵的爱 爱谁的时候呢 自己呢 里面就会有愉快 高兴的心 那给别人的时候呢 是不是高兴的呢 主要牧师经常说 我去救济了 那救济的人 他反而来逼迫我 那得到救济的人 有人呢 反而是用恶来对待我 背叛 经常会面临这样的事情 那么主要牧师 他对于这些 发出恶来 然后背叛的人 说对他这个救济 后悔过吗 没有的 就算是他背叛了 但是他也没有 后悔过自己的救济 没有想说 他以后会善变的 会背叛的 就不施以救济吗 但是父神的爱 和主的爱 是不会这样的 那就算是他以后会背叛 那现在他尽忠了 那也会呢 会爱他 会给他祝福 那这样的爱 才是属灵的爱 主要牧师就是这样的 那在一起的 外面的羊群们 尽忠的所有的人 就算是离开了 和自己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那就成为仇敌了吗 这不是父神所愿的 要用爱心 为他做祷告 希望呢 能够以后 再一起过下生活 一起赞美 一起听到 为他做祷告的心 那这样的善心呢 才是属灵的爱 那看到对方 变了 自己也会变吗 说没有办法 不要这样 爱恶人 那就是怜悯他就可以了 恶人呢 发出恶来呢 大家要去救济 不是说这样 做 但是爱 但是过去呢 你善待他 你不要说 后悔 他现在善变了 就算是发出恶来了 不要说 我以前白白的 这样对待他了 也是做得对的 那种善变呢 也要去怜悯他 那这种爱呢 应该是不同的 但是呢 要带着这种 不变的爱去行 对方行恶了 那我自己所行的 善就觉得后悔了 那遵守神的话语 去做的 所以他是对的 做得很好 但是呢 要能够怜悯他 为他去哀痛 就可以了 说爱他 他说恶的一些话 也不是说 让大家听 他所讲的恶的话 或者是让你为难的话 爱是不一样的 父母呢 会为这些 爱顺从的 这些孩子们呢 给他们奖励 但是呢 也有严厉的时候 这才是爱 大家呢 在对方行恶的时候呢 要为他做中宝祷告 那心里面呢 不要想自己 善待他 给予爱的 对这些后悔 还有属灵的爱 又是怎样的呢 就算是 谁责备自己的时候 反而呢 要能够感恩 得以改变 在指责他人的立场上 也是这样 要完全地 这首诫命 要离弃自己眼中的梁木 成就真理的人呢 不会把别人 看成是恶人的 就算是能够看到 对方的刺 也要能够包容 那以爱去劝勉他 那但是 爱去责备的时候呢 圣灵就会做工 对方也不会误会 也能够 用这里来接受 对于变化 但是呢 也有例外的情况下 因为对方太恶了 劝诫他 他也不听 那怎样做 才好呢 那大家退一步就好了 要不然的话 就会成为争辩 成为争吵 那这样的话 大家就又不是 遵守诫命了 所以呢 那就是自己在前了 对方呢 又行恶 劝诫他的时候 那思想还不会改变 还是会主张自己的 认为自己是对的 那不要和他争吵 那大家退一步就好了 不要说去对话 退一步 不是说和他结仇 就是说不要经常见面 去争吵 辩论什么 要以这些智慧的方法 来做 那自己里面 没有一些情绪的话 那自己是要退一步呢 还是自己要闭口不谈呢 还是要用好的话语 去劝诫他呢 会有这样的智慧的 要带着这种属灵的 爱呢 来填充自己 大家是不是在爱着 真正的爱着弟兄呢 这些话语呢 我们呢 一定要通过这些话语 来查看自己 要看一下 是不是在爱神 遵守着诫命 不要认为自己信心好 比起这些呢 要去显出爱弟兄的 这种确局 要查看这些就好了 约翰一书五章三节里面说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里面说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诫命 爱神呢 就是遵守 会神遵守神的诫命 那诫命是什么呢 诫命呢 是爱神遵守神的诫命 希望是这样 但是圣经里面呢 又记录了很多的话语 那么我们该怎样来记住 并且领悟去行呢 所以呢 圣经六十六卷的话语呢 进行压缩 那就是十诫命 最近呢 我们通过大礼拜的话语呢 我们听着主要牧师正道的 十诫命的话语 我们呢 在学着一些属灵的意义 仔细的我们学习着 非常的细致 仔细 是更有深层的一些 父神的旨意 但是 这十诫命 再进行压缩的话 其中就包含着两条诫命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三十七到四十节里面说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住你的神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我们的心 我们尽心尽心尽意 我们尽力 能力和智慧 去爱神 这是最大的诫命 其次呢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是第二大的一个诫命 这两个诫命呢 就是十诫的压缩板 说爱神 要爱人如己的话 那就能够完全地去遵守十诫命 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我们说爱神 说爱人 那我们呢 就能够行圣经 留存所有的话语 我们也能够用爱完成律法 那这样充满爱心的人呢 不会觉得诫命是沉重的 遵守诫命也绝对不会是难事 因为爱神 所以呢就能够幸福地遵守诫命 但是还觉得遵守神的诫命 是沉重的 感到很累的 那就是说还缺乏对神的爱 还有信心的大小呢 还是很低的意思 还有很多的非真理 还有会追随肉体的 那是新兴的第二阶段 觉得像 生活太难太累了 很难遵守诫命 新兴的第二阶段呢 有与罪征战有战胜的时候 但是也有很多是会输掉的时候 这样过信仰生活就会觉得很累 那进入第三阶段的人呢 如果说是还是觉得遵守诫命 很累的话 很难的话 就是信心的三阶段的初期 那在这里面呢 信心增长了 过了磐石之后呢 就能够战胜仇敌魔鬼撒旦了 那遵守诫命就不会再觉得难了 这样在遵守诫命的时候呢 爱神的心呢 渐渐的也会增长的 那我们遵守诫命的时候呢 爱神呢 也就会渐渐的多了 那爱神遵守诫命多 信心就会增长 这都是有关联的 但是不要说是勉强的 惧怕的去顺从 而是呢 要信服的 是理所应当的去遵守诫命 那这样的话语 所以时候呢 全部是呢 经常举着属肉的例子 那如果说是恋人之间 互相相爱的话呢 对方呢 会喜欢自己和自己的这个爱好 兴趣不同的 那也会呢 去迎合他 就算是说自己走得很累的话呢 也不会说是累的 去迎合对方 所以呢 如果说是爱神的话呢 遵守诫命也不会是难的 难事 还有呢 大家呢 来查验一下自己的信仰生活 那信心成长的时候 那和大家信心的成长 希望大家都能够回顾一下 要爱神的程度 军守神的诫命呢 也会容易了很多 那举个例子 圣守主日和完整的十分之一 是神的诚意 也是我们作为圣徒的义务 但是信心晓得出信徒的时候 是怎样的呢 圣守主日和完整的十分之一现金 线上这些的话呢 就会得到保守 不会遇见灾难和事故 就算学到这些呢 也会 那就会得到保守 得到物质上的祝福 那我们有很多上童们 也觉得太难了 那觉得神的爱 但就感觉不到神的爱 所以呢 爱神的心也很少 所以遵守见面 就觉得太难了 所以就不能够去顺从 但是呢 听了道之后呢 就会愉快地去行 我们圣徒们呢 是不会觉得这些很难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信心成长了很多 因为有爱神的心 所以呢 就会很容易 但是呢 不是说因为这些 就会说是爱神 遵守了诫命 此外呢 还有很多的诫命 自己是多么愉快地 喜乐地去顺从 希望大家都能够查看一下 当然一般情况下呢 祖信徒的时候 有完全的圣守主日和十分之一 那都会觉得很难 但是呢 带着异物感呢 去顺从的时候呢 顺从的时候呢 就会得蒙德祝福 那之后呢 渐渐地就会愉快地 幸福地 很轻松地去遵守了 但是呢 有例外的情况 我们主人牧师呢 就是不同的 从苏信徒的时候呢 就是圣守主日 还有十分之一 对于这些学习之后呢 马上呢 就会喜乐地去顺从 怎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他爱神 只能够死的自己呢 得到了医治得救的恩典 得到了这样的恩典 那从一开始呢 就是火热地爱神 所以呢 就按照 领悟到神的旨意 和诫命的时候呢 就会喜乐地去顺从 学了圣守主日 那圣守主日是神的命令 还有通过正道 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那每周呢 都会幸福地等待主日 到主日的时候呢 我们小时候开拓之前 我在进入小学之前 那每天呢 都会等待这个周末 主日 再睡几天 就是主日了 那比如说 爸爸妈妈 可以买新衣服了 那么这个新衣服 穿这个新衣服的那一天呢 就是星期天 因为我们非常喜欢 我们非常等待 星期天 非常等待主日 所以呢 就像等待一种 宴席一样 我们做 儿童主席 学校的礼拜之后呢 全部是 回到家之后 一般晚礼拜呢 是在晚上七点 以前我们国家的 礼拜大部分是这样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在白天回来时候呢 一起唱赞美 一起去 来看我们的 学习的这一些 在教会里面学了什么 那我们又会幸福地 那给他们 一起来分享 那父母呢 非常的珍惜 这个叫主日 那我们呢 大家应该是听了 主人牧师的讲解 知道我们呢 是提前准备现金 用这些干净的新钱 来准备好 那在以前呢 新钱呢不是很多 新的纸币不是很多 那么的话呢 就会把其中的 比较干净的钱呢 来准备出来 然后呢 加到本子里面 给他加的 平平空空整整的之后呢 主日的时候 献上献金 我们呢 也是跟着学 所以呢 也是这样呢 献上献金 那出镜头的时候呢 主人牧师呢 也是非常喜乐地 去顺从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领悟到了 其中属灵的含义 那顺从的时候呢 就会赐予祝福 因为相信这些 献上完全的 十分之一信心之后呢 就会赐给祝福 圣经里面 有这样的记录 所以呢 按照那应许 相信 一开始呢 就会喜乐地过下生活 一开始就会呢 非常喜乐地 献上 十分之一献金 因为爱神 那一开始呢 就是火热的爱神 所以就算是任何的话语呢 也不觉得那是沉重的 就算是不知道呢 能够不遵守 那知道了呢 就会很喜乐地去遵守 轻松地去遵守 在罪恶当中呢 来整就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呢 献出了生命 怎么能够不爱 这样的 我的父神呢 在七年当中呢 在病床上呢 只能够灭脸死亡 家人也都非常的不行 但是遇见主 遇见父神之后呢 成为了 改变为了一种幸运 幸福 那种爱呢 到现在为止呢 没有一丝的改变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意思 来说呢 是太难了 非常不理解的话 但是呢 一一回都没有去埋怨神 默默地等待父神的旨意 就算神没能够 完全领悟到 父神的旨意 是什么 也是会等待着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这些呢 就是准牧师 在想生活和万民的历史 按照这个诫命去遵守 就算是一个小的 也没有说去轻视 也是真实的 圣殿里面 哪怕是有一点 的一些小虫子 也不可以 还有圣殿里面 不能有黑色的东西 这一小 一些事情 你遵守 没有觉得那是难的 但是工人里面呢 有说 神的话 有说 父神所喜悦的是什么 那就觉得 好像是在说闲话一样 我有的时候也说 我如果说这些的话 是不是说我呢 又再说一些 唠叨呢 为什么会这样 仔细地来指责呢 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想 但是 不要不能够违背 父神所喜悦的 所以呢 我就会小心地 去进行说明 那工人们不会这样 但是呢 我首先呢 我这样呢 我会想 这样想 经常会注意 然后呢 再说 也会喜乐地去说 那我就想呢 是我落下了 以前主人牧师 是这样说的 这样来教导 也感谢 如果说有这样的反应的话呢 我也有可能不这样想了 有的人会想呢 现在 我们不能守到那个程度 虽然说 虽然说呢 没有在我面前说 但是在各种聚会里面呢 说有这样讲的人 所以呢 我在进行劝诫的时候呢 也会很小心 一次 两次的 我也讲不出来 主人牧师呢 我以前为什么 这样仔细地来进行说明呢 马马虎虎地做 和喜乐地来做呢 有什么不同呢 按照自己方便呢 这是不行的 我们要按照父神的旨意 父神喜悦 去做 是我们的祝福 我们的现象生活 是这样来做的 不是说按照自己 所愿意的去做 按照父神所喜悦的方面 去做才可以 应允和祝福呢 是从父神那里得着的 得着的 我们要成为呢 父神以父神为中心的教会 父神所喜悦的教会 我们不是说平安的国想生活呢 就是好的 不是那样的方针 我们就算是哪一些 那一些 那么父神喜悦 我们就要走那样的道路 那就没有什么是难事 因为爱父神 那父神喜悦 那我们就能够做到 那在我们的现象生活当中 在这几年当中 自己的现象生活 这个目标 是不是呢 变得模糊了呢 那父神呢 所喜悦的 不是说自己 太难太累了 那就算是太难太累 父神喜悦 那我们就顺从吧 不是这样 那父神告诉我们 所喜悦的是什么 很感谢 我错过了 非常感谢 我们要一起前往 这样的时候呢 大家的家庭 就会面临 应允和祝福 那这样爱父神 怀念的时候 那遵守诫命呢 绝对不会是难事 反而呢 想要知道诫命是什么 遵守的那种喜乐 是会更大的 那自己失误了 不知道了 不知道父神喜悦的是什么 所以没能够遵守 那现在知道了 就会很喜悦 那这样去遵守的时候 那自己的 我们里面的圣灵 就会非常的喜悦 那遵守了 也是勉强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不平不满 那这样的时候呢 是不能够得到 应允和祝福的 那这些呢 我们一定要改过 那如果说是不爱神的话呢 就是不会遵守 人和人之间也是一样 如果说是不爱的话 那如果说是自己看不上这个人的话呢 就不想对对方进行了解 也不会说去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什么 那和自己讨厌的人 不愿意和他走一百米 和他一起呢 坐十分钟也不会觉得舒服 那就算是一个自己公司的上司 祝福的事情呢 只是去听了 但是也是勉强的去听 因为呢 很讨厌他 不喜欢他 还觉得信仰生活太难 太乐之手 太难的人吗 那这就是 没能够从心里面 感受到神的爱 因为还不爱神 为了我们 建出一些的 父神的爱 我们如果说是领悟到了 也知道的话 只能够爱神 也能够愉快地去遵守诫命 我们知道神的爱 爱神的话 信仰生活就会很愉快 遵守诫命呢 也不会有一丝的难 那我们要更深地感受到父神的爱 又想更加火热的爱神的话 我们该怎样做呢 出信徒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经上经线这样的商谈 感受不到父神的爱 要怎样能够 才能够感受到父神的爱呢 他想要得到父神的爱 那怎样做呢 那供人们呢 要记住这一点来进行教导 那其中的 而且答案呢 就是在真言八章时期 爱我的 我也爱他 恳切寻求我的 必寻得见 神是先爱了我们 知道自己的徒生子耶稣基督 定在十架上而死 是这样爱了我们 爱的结晶体 耶稣基督的 十架的牺牲和爱 那如果我们发自内心地 感受到这些 并且相信的话呢 只能爱神 所以呢 没有感受到父神的爱的人呢 一定要好好地去听 十架知道的话语 反复聆听 要感受到一项周 我的那大爱 要愉快地均守诫命 但是现在为什么 想生活这么难呢 现在为什么感受不到 神的爱呢 这种情况 任何人都无法给予的爱 我们得到了这些 但是却失去了这样的人 觉得这样太不幸了 这种腐朽的 属肉的爱 和世上的情欲 以前呢 为了圣洁 是制服自己 制死自己 现在呢 又主张自己了 离弃的这种恶呢 又再次地发出 然后再降悲自己 牺牲自己 不能够得到认可的这些呢 就觉得很伤心 觉得太难了 对此 启示录二章五节里面说 所以应当回想 你是从哪里堕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出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牌 从远处挪去 那就是失去了 最初的爱 以前幸福地做想生活 但是现在呢 确实觉得很难 那这样的话呢 有可能呢 就会远离得救 我们呢 在以最初的爱 充满的时候呢 就算是受到逼迫 也会很幸福 就算是谁不了解 你谁不认可你 那能够为主尽忠 也是很愉快的 也没有恨的人 也不会觉得累 因为充满了天国的 主的爱和天国的盼望 那任何的 所有的情况 也不能够影响自己的灵魂 大家一定要把这些 明刻在心 自己是不是在受到周围的影响 为什么失去以前好的这种信仰呢 为什么放弃了父神的这种火热 对神的火热呢 不要去愿周围的环境 爱主爱父神的心 这个大家失去了 这种为什么要失去这项的宝贝呢 如果有这种火热的话 是不会受到周围的影响的 但是呢 失去了这最初的爱 这熟肉的环境和情况 进入自己的眼中 那好像是熟肉的现实是全部一样 那我们立委族 世上的地位 还有富饶 放弃了这些 带着天国的盼望 带着这种信心呢 选择了当立委族 立委族呢 也不是说 选拔任何人的 那这样得到认可的人呢 那可能是在世上呢 得到了这些公子 能够得到工资呢 应该是更多的 比起教会来的话呢 会得拿到更多的工资 但是呢 这是去天国的捷径 所以呢 进入了这个立委族 所以开始呢 上班的时候呢 都是非常高兴的 成为立委族 通过这些正门上班的时候 还有呢 在打卡的时候呢 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但是时间流逝之后呢 这种心呢 就渐渐地变得懒散了 那自己的信仰 对于神的爱 这个火热 失去了之后呢 现在就会计算现实了 那如果说是 在世上的话呢 我的职位会是怎样 我在世上呢 会挣多少钱的 计算现实了 那就是失去了最初的爱 失去了天国的盼望 那这样呢 就会让人非常心痛 那放弃了世界的一切 再积累奖赏 但是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 作为立委族 就不是在 积累天上的奖赏呢 那要怎样做呢 要再次 带着这种 恢复最初的那种心 那么信仰生活 要以神的话语为标准 那生活呢 就不会是很难的 如果说自己有 这样的面貌的话 那大家失去了最初的爱 如果说是有 这样的面貌的话 一定要寻找 从哪里失去了那种爱 那父神所不喜悦的 所有最强是什么呢 要寻找这些 然后呢 再恢复就可以了 自己离弃的世界呢 又去追求 还有停止祷告 是不是失去了圣灵充满 是不是论断定罪恨弟兄 不顺从神的话语了 是不是没有 甘当使命 尽忠也渐渐冷淡了 要拆毁 神之间的最强的时候 才能够寻回 最初的爱 这样恢复的时候 那么就不是窄路 苦难之路了 而是会觉得这是 去往天国的捷径 所以我们的圣徒们呢 要每一天的 去感到十字架里面 所蕴含了主的爱 还有美好天国的幸福和爱 一起来分享 要能够更加深深地感受到 父神的爱 那这样知道神的爱 并且爱神的时候呢 遵守诫命呢 也会觉得是幸福的 也会是愉快的 下面讲我 约翰一书五章四节 因为凡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从神生的是 怎样的呢 上一讲讲五 约翰一书五章一节的时候 进行了说明 凡信耶稣基督 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生的 那知道耶稣是基督 不是说用嘴来告白了 就是从神生的 那实价里面所蕴含的 实价之道里面所蕴含的 神得救的旨意 那从心里要领悟到这些 要知道成为救主的理由是什么 那么心里面相信的人 才能够说是从神生的 那这样的人呢 在约翰一书三章九节里面说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凡因神的道存在 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相信耶稣是基督 那就是说 耶稣为了我的罪 流血而死 在实价上 成就了得救的旨意 那直到这些 心里相信了 怎么能够再犯罪呢 绝对不能够这样的 所以说从神生的 相信耶稣基督的 实价之道就不会犯罪 也不会犯罪 还有从神生的 那神的种子就会在他里面 那就是神的道和真理 心里面有真理 当然就会独立地与罪征战 在真理当中生活 这样不犯罪 神的种子在心里面 这就是从神生的果子 那这样的人呢 就会战胜世界 那问题呢 说是信主 出席教会 但是也不能够战胜世界的人 反而是被世界的文化所迷惑 生活的像属世界的人一样去犯罪 这就是不是从神生的 就算是在久的出席教会呢 就算是犯罪的话 那就犯罪的话呢 就是不是从神生的 反而是从仇敌魔鬼所生的 所属仇敌魔鬼撒旦 罪的主观者是仇敌魔鬼撒旦 就算是他说是信神 那也是属黑暗的 这样的人是不能够战胜世界的 反而呢 是与世界为有 我们要战胜世界 但是他们呢 却是与世界为有 那就不是从神而生 是这样 这样的人呢 和得救呢 就会渐渐 渐行渐远的 说是信主 但是呢 他们呢 却是生活在世界当中 与世界为有 在这里面呢 所说的世上的主观者是谁呢 就是仇敌魔鬼 哥林多后书四章是解说 此等不幸之人 被这世界的神动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世界的神 就是仇敌魔鬼撒旦 仇敌魔鬼撒旦 给世上的人 带来肉体的意念 让他们不信基督的福音 但是这样世上的人呢 说什么 有没有战胜世界 或者是说 输给世界呢 只是属于这个世界而生活的 所以他们也没有必要想去战胜这个世界 他们只是呢 陶醉在这个世界当中去生活的 但是问题呢 是说是迎接主的人 仇敌魔鬼撒旦呢 就算是呢 迎接主的人呢 也会带领他们走向死亡 那就是说 迎接主的人呢 已经在里面的非真理 还有肉体的意念 那主管他们 让他们远离真理 去使他们的信心动摇 敌对神 给他们带来逼迫和世代患烂 那让他们远离神 栽种给他们这个恶 仰望世界 让他们爱世界 这就是不能够站上世界 我们呢 如果想错了 就是不行 说自己呢 迎接了主 自己里面有圣灵 所以陶醉魔鬼撒旦呢 是不能够主管自己的 这样想是不可以的 大家还没能够拥有完全的信心 自己还没有成为诚信和充足的信心 那我们里面还是有非真理的 那也有真理 那这两主心呢 在征战 那非真理的心 是陶醉魔鬼撒旦主管的 那通过你的意念 撒旦呢 给我们的内心栽种与恶 那大家的信仰生活 要进行阻断 把自己里面的非真理 拔出 这是信仰生活 说是迎接主了 但是却不做这样的行为的话 那说是信主 那只是嘴上说 还是在受到 抽对魔鬼撒旦的主管 那渐渐的那还会失去 抽对魔鬼撒旦呢 就会让你远离 神 撒旦主管的这个世界 还有属世界的雅各书 三章十五节 就像这个三章十五节里面 所讲的一样 是属情欲的 是属魔鬼的 世上有虚假 邪术贪欲 私心 骄傲 虚荣 偷盗 骗术 所有的违背真理的 一些抽对魔鬼撒旦呢 用这世上的一切 去迷惑神的儿女 使他们和这世界妥协 让他们跌倒 就算是得救的儿女 那他们还在没有成形和充足的行星之前呢 在他们内在的罪恶和属肉的属性 抽天魔鬼撒旦呢 就会动摇圣徒们的这种非这里的心 让他们爱世界犯罪 这样让他们再次走到黑暗当中 世界当中 让他们走向死亡 但是信心还缺乏信心 不能够完全地战胜世界 这样的时候我们放弃是不可以的 直到拥有完全的信心为止 有战胜的时候也有 那么因为有非这里不能够警醒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跌倒 但是也有战胜的时候 那这样自己还不是完全 不能够完全战胜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也会觉得很累 那这个时候呢不要放弃 抽天魔鬼撒旦所带来的非这里 如果说是不能够击退 来接受了生活在罪恶当中的话呢 就算是迎接了主 也有可能再次走向死亡 罗马说六章二十三节说 因为罪的工匠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那在罪恶当中呢 罪就是死亡 旧约的律法时代 对不会追问在世上的 那个内心的罪恶 但是新约时代 不只是说我们的话语行为 就我们的思想和内心 也都会受到审判 所以呢 我们不要输给世上的主观者抽对魔鬼 又常常警醒 以福所述六章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我们呢内心呢要以真理来填充 我们的内心缺乏力量 所以呢要警醒祷告 寻求圣灵的帮助 这样呢要恨恶黑暗 不爱世界 要常常警醒 用话语和祷告 查验自己的话 渐渐的神的种子就会在自己的心里面得以完全 那这样的话这世上主管的撒旦主管的这个世界 还有属世界的一切 非真理我们也都能够战胜 那我们就能够填充 在我们的心里填充真理 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就会成长 仇敌魔鬼撒旦所带来的肉体的意念和非真理 也能够匆匆足足的去战胜 约翰一书五章世界后半戒里面说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那换句话说 战胜世界就是 以真理填充内心的意思 这样从生而生的就能够战胜世界 我们的信心也能够战胜世界 今天的时间过了很多 所以下一讲继续见证 大家有多么战胜了多少呢 那撒旦在我的意念当中就会觉得很疲惫 太累了 不行给大家带来肉体的意念 大家击退了多少呢 那要击退这些 要先上最信心的告白这样一个一个的战胜世界 在大家的生活当中 要好好地应用神的话语 每天要成为胜利者 那如果说是跌倒了 那也要像不倒翁一样再站起来 再做祷告 要找出在哪里堕落的 在哪里跌倒的 那战胜了祷告的话 那么比起过错的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对的方面 那我们一点点去做的时候就能够得八十分九十分一百分 我们就能够完全地战胜 希望都能够成为这样所有的外民圣徒们 思考化与其来做祷告 接受者牧师的患者祷告 有病的人请把手放在疼痛的部位 软弱的部位 没有病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 为了成就心中心意愿 接受祷告 阿里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 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 做工在极限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 支教会之圣殿 以及全世界的闪耳利门之上 赐以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 一切否定的一年和疑惑的势力 并驱走一些试探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 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 每根骨结全身肾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 操丢魔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 光啊 进入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完整焚烧尽进 击退瘧疾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咳嗽发烧 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都不能进入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的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妇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的炎症也得到痊愈 也求父使小儿麻痹 中风 关键炎 腰椎肩盘突出症也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癫症 自闭症 抑郁症 躁郁症 神经衰弱等 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 我吩咐麻痹 瘫痪的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 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牙巴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苦折 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也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啊 求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物中毒也得以洁净 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 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命令 仇敌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重恶魔都退去 他的纵使者也都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 虚幻诡诈的灵 调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 把光啊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 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 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的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 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阳中得蒙保守 渡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兵天使 烛火焰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 工作和事业 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 意念不被世界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 或是或和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够见证我 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于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